好 回來 當然啦 歌是好歌 有些人說不喜歡聽 沒所謂 但最主要是那個畫面 網友傳給我 想我播 我看完之後覺得OK 播一下 一看見舊香港 你真的滿懷感觸 其實資本主義的社會 一個城市 真的很容易管 其實你真的不用管 所以我在長大 你只要有一個健全的法制 OK 那些人自不言自己 即是資本主義 自己就會去找位 香港就是這樣 成就了這個奇蹟 你想要去管他 我先不要說出發點 我們看回 中共或者 特別是我們今上的性格 其實他怎麼會在意你呢 他有沒有心 令到你 香港變成今時今日這樣 我不覺得他有心 但是 你即使變成這樣 但是對他 是不重要的 對他的權位 你要去辱宣 要去 agree 管治上面 怎麼下到這口氣 於是有些人 現在就說 喂 你那時候 你們做得過分 那些年輕人 還是怎樣 那些年輕人做得過分 就拘捕 沒有問題 就拘捕 但是 很多人就在那裏 說 那時候我不出聲 我是很公道的 我不出聲 就是因為 我那次出聲 用甚麼給我 我拔後腿 但是很多人到現在 都不說 只是說 你一開始就不應該這樣 一開始就不應該這樣 喂 誰想應該這樣 那是事有本末的 那你如果不是有七二一的事情出現 你怎麼會後來發展成這樣 大家不記得 6月9日 6月16日 是多麼和平 一二百萬人 還要被人笑 正式來說 但是 他往意 有網友說 九龍城的人都很開心 有些人是開心的 除了食肆之外 但其實我也認識很多 九龍城人 不開心 因為 其實機場搬了 對他們打擊都大 即使他不是做食肆 因為整個九龍城就剩下了 尤其是你習慣了那種圈蛙 其實我住在一條跑道旁邊 即是十三街 即是我家裡看到那條跑道 其實真的習慣了 我的朋友出來 突然間在飛機裡 怎麼這麼吵 但是我習慣了我們打牌廳 沒有問題 真是很奇怪 那你說 當時我覺得 現在拆了 不能說 如果不是 即是早十年都還沒有拆 那我覺得 不夠用 那時候九八年 剛剛搬去就很認證 即是一切立國 我搬回啟德 我也覺得不太過癮 是吧 潘多 現在的機場 全世界都是這樣 什麼遠離城市 即是我們的機場 又說很危險 但反而是沒有出現過大意外 即是小意外是有的 亦都有飛機衝我到跑道 都試過的 但大意外就真的 因為為什麼呢 反而是一般機師 因為你的視角上 你都沒有 隔離 因為我們在這裏大 有些人真的很離譜 真的只是在上面 不是你看城寨那一小時 你真的有飛機 感覺更近 真的會看到機底 很奇妙 好啦 唉 拒枉矣 鳳蘇邦 波姐 昨天舉行八十歲大壽壽演 他接受 契仔 賈俊訪問的時候 賈俊原來是TV藝人 我也不知道是誰 契仔接受別人訪問 看他接受別人訪問 幫忙拿咪牌 怎料波姐就說 喂 立刻搶了在他手上 搶了開TV的咪牌 他說 喂 不要啊 你不要拿 我拿這個咪牌 因為他的契仔 還在做什麼 還在做TVB 他說 要不然會被警告 他來的 喂 我收過了 擔心你 什麼事呢 事後 波姐 說回二十年前 他爸爸馮峰 都是著名藝人 過世之後 因為余子銘 馮寶寶 那些都不想接受採訪 那麼 他就走出去 姐姐嘛 OK 接受記者訪問 接送禮的時候 訪問他 送禮的時候 其實是幾十個咪牌 都搶過來 OK 他就要回答 訪問他 大家知道這個環境 誰知道 那時候 亞洲電視的咪牌很遲 結果 亞洲後來 就剪了一段新聞 我想是 今次看真點之類的 節目 就說 藝人 馮素波 爸爸 署名藝人 馮峰出版 馮素波 接受本台的訪問 那你又不能說去抽水 因為他真的 你去訪問他 你有份 誰知道TVB 就捉了他 沒有什麼大件事 就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 大概這樣 我不是想說這件事情 我只是想說 TVB是否小戲得那麼厲害 即是沒有人情味 沒有人情味 已經喪禮 其實你已經看到 那個環境是那種環境 對 你不是平時 拍完戲 那些人對訪問我 那當然是 不是那個環境 但是我發現 我不是想說TVB幾小戲 那些我 嗯 因為可能邵日夫 那時候還是邵日夫的時代 他會覺得沒問題 我是想說那些大機構 其實就是這樣 那種僵化 那種不肯揹飛 即是在裏面做的人 哇 出現了 不要管了 因為他叫波姐上去 那些人都說 哇 他這樣出了很快鏡 不過你奇情可敏 你 你封了Warn in Italy 奇情可敏 都正在出警告信 那接著 馮素波說 那就是怎樣 你三個月內 不要再犯 就可以了 即是不要再被別人這樣打咪 馮素波說 我死老爸 我三個月內 我就不會再死了 即是沒有東西的 其實那個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人都不是說要去punish他 嗯 總之就是不要管 你出了鏡 我就要 照出 照做 去不會去揹那個票 就是說 喂 為什麼 如果有人說 喂 為什麼他沒有 喂 波姐 有個咪牌呢 沒有他爸爸這樣 他爸爸這樣 我覺得OK啦 沒有 他不會 這個就是大機構的僵化了 嗯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要說TVB 特區政府也是 你一看到他上到位的人 先不要說 李家超那些傳奇 傳奇的虛竹 你就算看現在 那些什麼局長 還是警局 你就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唯唯落落 小心小心翼翼 怎會去什麼票 那些著情權 永遠不用 等於 我剛剛上次說 上個禮拜 就是我 今天星期一 我上個禮拜說過 我去看完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呢 那個地方呢 那幅牆呢 真是三條頭髮 不讓你拍在一起 如果以前呢 那個 戶主跟我說 屋裡的那些 OK啦 可以啦 現在就不行啦 他不是難為你 喂 總之 按本子辦事 你那幅牆呢 這幅牆呢 就起到這裡 總之你那幅牆呢 那幅牆呢 就這樣粗也行 但他不會去刷情這些 現在 好啊 接著要說這兩件事呢 都是奇怪的事 來的 第一件事呢 就是在泰國 OK 也是泰國 都在7月 有一個老窩的女生 28歲 OK 釘頓了 OK 警察去到的時候 就發現 中國籍的男朋友立即殺 當然是第一時間抓你的男朋友,你為什麼要走呢? 他就說,不是啊,不是我殺他 只不過 原來他是非法拘留在泰國四年,所以看到警察走,究竟事情是怎樣呢? 根據綜合媒體的報導,28歲的魯窩籍 28歲的魯窩籍女子在泰國 為什麼呢? 8月8日被發現層屍在巴提雅一的高級公寓裏面 警方趕到現場的時候,這個 柏萊馬利明顯釘了 養躺在血泊之中,拿著菜刀,頸部有明顯刀痕,心可見骨 滿地血弱刃 死者25歲的女朋友 他說 在8月8日下午2點,收到死者家職的電話 說聯絡不到死者 希望可以跟我去他的公寓看看是甚麼環境 當他的 朋友去到公寓的門口的時候 就看到死者42歲的中國籍男朋友又站在門口 就說 自己被女方趕出來的 這門就反鎖了,現在進不了去 於是兩個人就找鎖上來開門 誰知道開門後,兩個人看到死者 層屍血泊 死者的朋友立即打電話報警 警察來的時候,死者男朋友突然逃離現場 當然是抓他 他說 我因為簽證過期 在泰國如期居留4年 怕被發現才會逃離,沒有殺人 現在 他被移民局逮捕了 據說兩人交往3年 他有沒有殺人就不是你說沒有就沒有 但是為甚麼你寧願 預期居留你都不回大陸呢 過去4年 我這樣都明白 過去4年 好了 那個男子表示 事發當日 女朋友回家的時候,精神狀況不穩定 喂 好像喝醉了一口 不斷大叫 有鬼要殺我呀 有鬼呀 有鬼要殺我呀 然後把他趕出房門 他無奈之下 就暫時到朋友家 借宿 好了 到了回家的時候 怎知道又不找到他 接著又看到女朋友有一個朋友來到 就一起去找鎖上來開門 根據現場鑑定 是 空氣上呢 就只是死者 即是空氣 即是那個蔡刀的指紋 沒有其他人的痕跡 腳印呢 就全部證實是個女死者的腳印 那些血骨 因此暫時排除他殺的可能 另外呢 警方在現場呢 找到很多 冰毒呀 其他命呀 等等的毒品 監 是 監視器的畫面呢 案發時呢 就沒有其他人入過兩個人的房間 就是 死者和死者男朋友入過去 但是那個監視場面就拍不到 這裏他沒有說的 不是拍不到 沒有說有沒有拍到一個男朋友走出來 那警方表示呢 死者可能因為吸毒過量 產生幻覺 死者朋友也表示呢 死者平時都有吸毒習慣 那會不會是 拿著把刀 砍自己身部見骨 一兩下 這次掙扎 掙扎真是痛的 你有痛的 腳在那裏 於是走多幾步就有腳去腳印 然後才倒鱷血泊之中 那這裏呢 我覺得呢 他雖然沒有交代 應該那個 那閉路電視已經是兩個人入屋的 沒有第三個人入屋 他就沒有這裏沒有交代 有沒有死者 男朋友有沒有走出來 如果沒有走出來閉路電視 警察就不用說了 最高嫌疑一定是這個 男友的 那現在暫時 沒有拘捕他 只是移民局 現在的移民局 因為過期簽證 那可能呢 都真是 有人 真的大了 拍的東西 所以毒品呢 料理的 都有很多種的 都有好多的毒品 現在這些呢 現在這些毒品 他現在流行的那些 其實大部分都是 化學品 就做得不漂亮的 那你以前吃鴉片 不見那些人就這樣 所以我急讀都要選擇的 各位網友 我們看看這個 老窩的女生 其實呢 不過祭祀 7月 我們就不要說 千萬不要說 你浪費了 20多歲 不要說那些話 九心兩 我們只能夠 我們只能夠說 Rest in Peace 早燈極樂 早燈極樂 但是 他有些字 Latterly 是吧 錯 OK Anyway 回來啦 希望去製造一個案式 不要再踢東西啦 另外這一單 本來我不想說的 但是呢 去到最後一句 我覺得都可以說一下 有個戒國男人 懷疑老婆出軌 一路之下 除殺妻子 再畏罪自殺 那是很普通的案 有什麼值得說的呢 首先呢 如果發覺老婆 老婆出軌呢 拼死她的時候 你一定是想定 沒有人閒 我要為罪自殺 如果一想我要自殺呢 那我寧願不拼死她 更何況 老婆出軌 真是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你沒辦法 真是沒必要啦 你不如想 怎樣 既然不能夠在一起 如果你接受不了 怎樣去搞清楚一些東西 那你就繼續上腦 沒有啦 大話世界啦 對嗎 OK 好了 綜合媒體報導 9號 以制 尤其是我們女性那件事 一天之後 警方接報 畫洞兩層高的住宅發生控案 警員和消防到場 在一樓發現一名女子趴在床上 蓋著毛毡 求報有嚴重傷痕 明顯已經釘下了 警方的遺體附近 發現一個鐵錘 壞日空氣 其實看你甚麼鐵錘 如果普通鐵錘 一下子也不一定吐死 真的要有個大鐵錘 屌 不是那麼簡單 吐下去 經調查之後 確認死者是49歲的女人 吐你了 49歲的女人就更加吐你了 不要吐他了 吐你了 你吐你了 還要出去偷吃 再不是的 老婆你了 你玩我又我玩 真的是這樣 好了 南屋主 叫做 Sowasi 58歲 遺體在廚房裡找到 調查發現之後 49歲的女人 叫Lachana 就任職產後護理師 老公 Sowasi 就是外賣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Sowasi 但泰國就沒有 起碼要去做外賣員 兩人結婚九年 49歲 娶一個40歲的女人 鄰居表示 案發前一晚 屋內傳出夫妻炒假聲 兩個人過去一個月 經常吵架 因為老公懷疑老婆 和其他男人聯絡 粗意大法 這樣就麻煩了 如果是你和其他男人 聯絡 粗意大法 這些吵架 就很麻煩的 因為老公是操控狂 老婆不堪 有時候 不堪 很難受 你兩人是 一吵架上來 真是吵架 好了 原來這個月 就經常和老婆吵架 老公甚至乎 我知道是誰 停工 為什麼 不肯開工 要在家對面看著老婆 要不要用 你這樣 其實就沒有了 就算老婆不肯走也要走 是不是 好了 一個男人居說 平時見到 平日 經常送你女事主 去見客戶 說好在你 你去老公 沒有對付你 不然就叫你 不要去 你又幹什麼 原來其實只不過是 這個男鄰居是開車的 可能是預訂你 那些車的意思 但是事前 他約了女方 Lachana 9號在早上10點鐘 誰知他又沒有現身 敲門 他說沒有 沒有人應 打電話沒有人聽 於是他住處看看 沒有人應門 於是通知家人 家人來到開門 就揭發命案 警方初步估計 男屋主用鐵取 擊殺老婆之後畏罪自殺 但是詳實的犯案 經過和行恐動機仍不代調查 這宗案來到這裡其實沒有什麼好說 但是最後 鄰居表示 過去10年 女死者這間屋 已經有9名 住在這間屋的親人 因為各種原因死亡 女死者是第10名 第10個 這間屋是他們的 是女死者的 是 他之前有9名親戚 已經在這間屋內 各種原因死亡 一名一個 是不是 他懷疑這裡 是租詛咒的鬼屋 他大哥過去10年 找替身 而這一個 女死者 和她老公 是11個 哇 這件事我回去搞清楚 這件事真的要靈探 好 先賣一下廣告 好 今天我要做短一點 因為我好餓 為什麼 因為今次很早起床 很早吃早餐 這次無端端有客人 上來買了我少少貨 我十幾天說 明天送來 我受不了 我就自己開車 去葵聰道 嘉莉創道 拿貨 自己提貨 我不能等 我不能等 所以我後來才發覺 原來我不能記得吃飯 所以好餓 貓山王月餅 348元 大家要訂就快點訂 OK 我看看可不可以 這個禮拜 會來到些貨 或是來些飯 OK 好 再去 冰皮月餅 258元 大家 我肯請大家幫下手 OK 今年的月餅市道 的確是 很 會醒 危險的 但無論如何 行船艦解艦 我們都是要繼續賣的 提供好的產品給大家 就是我們 啤梨頻道 好像我們今天 出現了很多貨要送 要丟 但是 繼續要這樣 要找好的貨 實在太難了 真的很痛苦 好 再去 好了 今天 我這隻是什麼呢 這是我新產品 是很划算的 我亦都上HKTV Mall 各大看國 我真的買得很便宜 那是 芥末拔爪園 芥末拔爪園大家吃過 有些飲食的地方 有些店舖 但如果我們去餐廳吃一碟 很小碟 好像現在這樣 可能收你四五十元 OK 好了 我這隻是什麼呢 我這隻是1kg包裝 這個是大鑊 最大鑊是1kg包裝 1kg好多了 幾十碟 OK 但是 家庭用 難用一些 不過我照賣 我覺得OK的 而且我買得很便宜 我賣228元 我姐姐 和我們已經買了幾包了 客人就說 有這麼慢 那些女人真是不同的 她說回去解凍 解到 667 7 7 8 8 就用刀連著桌 架一份份 然後就用袋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唯一 問題就是 你吃不吃得那麼多 就像我們以前的 那個 珊瑚磅一樣 一公斤莊 228元 好 再去 這個黃金魷魚 又是一公斤莊 又是228元 我找個最便宜的 Seller 便宜了10元 最便宜的 通常買三四百元 但是通常沒有人拿 其實這些是餐廳拿的 即是整個美 成公斤的 Made Japan Made Japan 好 再去 好了 其實我買了一段時間 我們這個Suppermyn 這隻軟狂 其實有幾款 但是我最近發覺 客人不斷回來狂買 為什麼呢 第一有人說停不了口 很好吃 第二 我有網友說 吃完我的 健康皮膚 真的多了頭髮 不是很久 一個月左右 多了很多mode 我純粹是覺得很好吃 60粒 一天不能夠吃得多過兩粒 吃得多過兩粒有什麼副作用 沒有 不過 你吸收不切 這個99元 這個是collagen 即是骨膠軟 好 再去 我介紹了三隻 它有五隻 這隻 據說是最好吃的 Waste Management 就是Apple Cider 是蘋果 它會改善你的膽固醇 亦會保持健康 它說吃了之後 你經常有點飽 就沒有胃口 不知道是不是 好 當年最重要的就是 Hare Vitamin 即是維他命 即是Healthy Hair 嘩 好呀好吃 最重要的就是好吃 記住 一天兩粒 早晚一粒就可以 一次過兩粒就可以 那你吃完可以嗎 一天可以 沒有問題 不過你吸收不切 很酸好吃的 你是 即是等於我現在喜歡吃的 橡皮軟糖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哪些是透明袋 我不知道什麼牌 現在含得忍醬肥糖 你是很少見的 你現在多數如果含得忍 你是看到那隻 果汁軟糖 含得忍醬肥糖 是很少買到的 黃色爆狀 現在是貼牙 現在多數買哪隻呢 不是含得忍的 是透明膠質那隻 我很喜歡吃的 我昨天吃了四桶 17元兩桶 我買了四桶回去 打算 打算吃一桶 吃一吃一吃四桶 因為他不知道那隻很好吃 不知道叫什麼 很好吃 那這個就是99元 好 還有我想 最後當然是 木經眼藥水 580元 我已經是想清楚 我們那個 人人水 究竟是要什麼 我們先回來 各位網友 在賣廣告 不說了 在賣廣告之前 即是離開賣廣告之前 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之前我講過 我們有一隻 我沒有賣的 有一隻叫 白玉靈芝 不知道什麼水 那我一直沒有賣 但我有一隻糖膜 我上次講過 我們那個網友 原來是有白色 大家知道白色是什麼 沒得要 他有五十瓶 一天一瓶 一天一瓶 好想回來 好回來 其實上次我 給我們說 現在他說什麼 筋膜炎 耳鳴 cancer 就不要說 我下次 因為我現在 我預告 因為二百八十元一瓶 其實都貴的 有些人要賺一瓶兩瓶 一天五百多元 但是 原來竟然是 正神水 他們最好賣的產品 因為 很多奇難雜症 今天我拿50瓶 不是賣 因為我老婆有耳鳴 OK 我就看他那一瓶 如果 竟然是 好回來 因為我只買那些 什麼 蟲草 綠尾巴 給我老婆喝 因為二明 我都不知道買了多少錢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貴 但是 我在拿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有個客人看到 咦 你說你有買嗎 我說 我還沒買 我準備了什麼 他就說 原來有白色 我都看不到 嗯 他說 他喝的東西很好賣的 我們 留意著 我想著 如果 那個人人水 我是不是可以 捆綁銷售這一隻 還是捆綁銷售月餅呢 還是捆綁銷售 不知道什麼 一定是捆綁銷售 太多人問我 連我的在 十幾年沒有找我的老友 所謂的老友 好 一聽見這件事就說 你那隻 什麼 然後說 因為我前列線 我心想 前不斷你列線 你把神家撒 肯定你奔走 說真的 OK 好 再見 好 謝謝 好 謝謝 你